我现在河南新乡本来是想去郭亮春挂壁公路那边玩一下呢 但是新乡这两天都在下雨 景区都关闭了 现在下雨天也没个地方去 我发现新乡也有个胖东来 去胖东来逛一下吧 自从上次在许长逛过胖东来以后 我好像就喜欢上这个地方了 这个超市确实很不一样啊 这个新乡的胖东来叫大胖 这名字起的 挺有意思 下雨天的时候 胖东来会给门口的电动车全部都套上雨衣啊 全部都套啊 你看这个里面停的这么多电动车 胖东来就是个商场啊 这楼上楼下好几层呢 又是超市又是吃饭的 卖衣服的卖珠宝的化妆品的 啥都卖呀 转一转吧 纯包的柜子 胖东来这个柜子比一般的超市要大一点 你们发现了吗 下面还有更大的 你看这是家常的 可以挂个衣服了 在里面 这边是休息区 很多人坐着休息 最喜欢胖东来这个洗手台了 又可以洗手又可以喝水 还有洗手液 还有擦手指 还有护手霜 这边是热水 还有提供纸杯呢 这边有什么呀 体重秤 身高 还有免费的 充电宝 充电宝免费的 坐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啊 超市门口有个老年购物车 那边是儿童购物车 这个小车怎么用啊 给老年人用的 老年人可以坐在这个板凳上 然后去逛超市啊 让别人推着它 是这样用吗 这小车真好啊 把小孩放在上面 就可以推着去买东西了 免费的呀 去超市逛一下吧 人真的好多呀 卖面包这里很多人在抢这个冰面包 蓝莓口味 榴莲口味的 看看胖东来卖菜这个地方 他们每次都把菜啊 摆得特别的顺 都是同一个方向 你看这个瓜 这个茄子 这个豆角和花生是装袋的 一袋一袋的卖 看这边的黄瓜 丝瓜 全都是摆成同一个方向的 这是强迫症的人摆出来的 还有这边啊 豆角都能这样一捆一捆的 这边的大蒜和生姜 也是都装好了 已经 一袋五个 全都是一袋五个 胡萝卜摆得这么顺 而且人家这个捆胶带的地方啊 你看 都有保鲜膜呢 不会把胶带直接捆在菜上呢 这细节啊 卖米的这地方是不能直接用手去抓这些米和面的 这里给准备的塑料袋啊 可以套上这个袋子 用完了以后扔到这个筐里面 然后如果你要往这个袋子里装的时候啊 你这个戳不开这个袋子 你看这里还准备着这个 转这个就能沾点水啊 一下就把袋子戳开了 前面就是结账的地方了 这个地方有一个退货的货架 这什么意思呀 就是你结账之前 你如果拿的东西不想要了 你就可以放在这货架上啊 按他这个分类放好 有蔬果的熟食的 还有杂货的 就放在这柜子里就行了 不用再去找回以前的货架去 太方便了 结完账不用自己动手啊 收银员会帮你把所有东西都装好 而且是分类装好啊 收银台外面有冰柜 里面全是冰块呀 买了海鲜就可以拿个冰袋呀 从超市里出来 正对面就是很大的美食广场 现在下午三点了 看这个吃饭的人啊 那边全都是各种快餐 我吃个麻辣烫啊 据说胖东来的麻辣烫好吃 这一碗33块钱 怎么样呢 看看我都点了什么菜啊 有肉有素 刚才在超市买的东西 给人家收银员给打包的 这个蛋糕是另外用一个塑料袋装的 里头还给送了叉子 挺好的 这桌上还有醋啊 辣椒啊 还有抽纸 去胖东来的洗手间看一下 五星级的洗手间 洗手间 洗完手了 这边还有护手霜消毒液 这是什么 还有棉签呢 这边有擦手指 洗手液 洗完手擦干净啊 然后这里是 吹风机 洗手间门口有一个自动贩卖机 这边是手机温度 没问题